大家好,欢迎观看Origin视频教程,我是白东升 这一节我们来讲解方差检验的有关内容 对单样本数据来说,方差检验的目的就是要确定样本的方差是否符合给定分布的方差 依据检验形式的不同,方差检验同样分为单侧检验和双侧检验 单样本方差检验的下一步是计算样本的开方统计量 然后在一个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下,比较计算得到的开方统计量和临界开α方统计量的大小 对单侧上边界检验,当开方小于等于开α方时接受H0假设 否则拒绝H0假设而接受H1假设 对单侧下边界检验,当开方大于等于负开α方时接受H0假设 否则拒绝H0假设而接受H1假设 对双侧检验,当开方的绝对值小于等于开α方时接受H0假设 否则拒绝H0假设而接受H1假设 另外,基于开方分布的概率密度P,在Origin中也会一并计算出来 如果P大于等于显著性水平α,则接受H0 反之则拒绝H0,接受H1 当然,依据开方检验,还可以给出方差在确定的显著性水平α下的置信区间 方差检验除了可以对单样本进行操作之外 还可以对双样本进行操作 双样本的方差检验同样分为单侧检验和双侧检验 双样本方差检验计算的是样本的F统计量 假设检验的接受拒绝情况和单样本是类似的 只是把开方统计量换成了F统计量而已 类似的,基于F分布的概率密度P也会一并计算出来 如果P大于等于显著性水平α,则接受H0 反之则拒绝H0,接受H1 当然,依据F检验还可以给出两组数据方差比 在确定的显著性水平α下的置信区间 以上这些就是方差检验的数学原理 下面我们来看操作 假设检验菜单的最后两项就是方差检验 分别对应于单样本开方检验和双样本F检验 我们首先来看开方检验 打开这个对话框 在input部分设置好输入数据 下边有三个子项需要设定 第一个是开方检验参数 你需要首先设定检验的方差 第二行是H0假设 下边是检验类型 包括双侧检验和单侧检验 在下边的复选框 用来决定是否输出置信区间 并指定相应的置信度水平 Plus是绘图设置子项 可以让你输出直方图和箱图 最后是output输出位置选择 参数设置好以后 点击OK 就能看到检验结果了 菜单的最后一项是F检验 这和开方检验的对话框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 需要注意的是 在指定输入数据时 要先确定输入形式 是索引形式 还是行形式 这在上一集 我们讲解独立样本替检验时介绍过 对这一部分还有疑问的朋友 可以参考上一节的内容 设置好相关参数 点击OK 就得到双样本F检验的最终结果了 好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假设检验部分到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下一节我们开始接触 数理统计中使用较为频繁的一个功能 Anova 方差分析 同时这也是数据处理工作中又一个重要环节所在 我是白东升 感谢你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